杜威 自国府 是紫童府地人 他年少跟着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 教育家任安学习 刘章入主一周之后 征替杜威未从事 但没多久杜威就以生病为由卸任 后来刘备占领一周之后 也曾经想征召杜威来作官 但杜威经常自称 耳聋听不见 闭门不出拒绝为刘备出谋划策 进行二年 丞相诸葛亮领一周目 开始继续大量选拔人才 标准是德高望重 一开始诸葛亮制定的名单 是潜伏为一周别价 武梁为一周公曹 杜威是一周主部 可是杜威这里又出问题了 他还是坚决不接受任命 诸葛亮想出一招 他派人驾专车前去 将杜威接到自己的府邸一续 杜威到了丞相府之后 一直表示谢意和歉意 但出山的事情 杜威压根不提 诸葛亮考虑到杜威自称耳聋 于是就打算用笔谈的方式纳贤 诸葛亮第一封信诸葛亮表示 自己常听闻您的道德品行 总想跟您接触接触聊一聊 可惜没有机会向您请教 在我的同僚中 王元泰 李博人 王文仪 杨继修 丁军干 李永南兄弟 文仲宝等人经常赞赏您的高峰亮节 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见面 诸葛亮认为 现如今国家人才空虚 百废待兴 虽统领一周之地 我们功德浅薄却任重而道远 这种窘境让我们常常忧虑 现如今陛下已经十八岁 他是一位仁爱且财思敏捷 爱惜有道德的人才 能够对贤良之人千功的君主 诸葛亮强调 现如今百姓人人坠目汉事 也希望您能够顺从民意 辅佐当今民主 我们共创复刑汉事的大业 将涌在史册 诸葛亮指出 贤者和愚者终究不能在一起共事 这是您隔绝刘章的原因 大家都理解您此观的原因 那就是不让自己受委屈 这封信 诸葛亮先从九仰大明的开局 坦然分析现在国家局势 让爱国情怀升华 最后再夸奖杜威顺便给个台阶 一气呵成令人佩服至极 杜威看完当今 丞相的求贤信之后 仅仅表示自己祈求回到老家 原因是年老多病 诸葛亮的拳头 打在棉花上了 诸葛亮看到第一封信没有打动杜威 就开始继续奋笔集书 诸葛亮的第二封信诸葛亮指出 草批士君 自立为帝 就像泥土捏的龙 到草扎的狗也能证明 如今天下群衔都认为曹丕邪恶虚伪 想要用正义消灭他 现在您也不为此事出力 就想回到山野之中 实在可惜 诸葛亮强调 近来曹丕大兴土木和劳役 大肆攻伐吴国 曹丕如此兴师动众 我国暂时以封闭的姿态勤劳努农 养育人民 同时治理军队 等待曹丕兵败 我们趁虚而入 这样将士不会有过多的战争 百姓也不会历尽辛劳 就能让天下平定了 诸葛亮坦言 现如今正是您用德行辅助我们的时刻 我不要求您参与军事 您为何又要迫切地想要离开呢 诸葛亮的真诚 最终打动了杜威 杜威随后被封为建议大夫 专门提意见 参与各大事项的议论讨论 且并不直接参与军事 史书评价为一从旗帜 杜威的后来的事情史书 并没有怎么记载 但诸葛亮此次纳闲的过程 被涌在实测被人津津乐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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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